各位好,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鼎鼎大名的生产客医师,也是broker,也是REC Development的President CEO,TJ先生。 嗨,大家好,你们都是在,现在在准备拿那个broker agent license吗,还是,是不是想要对这个房地产投资的这个多一点了解呢,都有,对不对,我叫TJ,我多个名字,我姓肖,然后我叫停张,肖停张,我从台湾来的,我很小时候就来美国, 我差不多,呃,天啊,不要讲我年纪的,但是我是差不多中学就来美国了,然后一直住在这附近,从那个,我那时候是,我是San Marino,还是我毕业的,然后之后就去这边的UC系统去读书,然后后来我是,等于是在美国读书的啦,我是UC为毕业的,那时候进去 去UC,去,去UC Riverside,啊,美国的UC Riverside那时候,那时候,那时候就有点糊里糊涂的进了那个,一个,一个medical program,那个是一个,就是一个,就是一个 的那个医学的,就是说,它就是把那个普通的大学跟那个医学院联合在一起的,平常在美国要上医学院的话,就是说,你要上四年的大学嘛,然后再上四年的医学院,那你就是,呃,医生,然后就可以开始去实习这样子,实习完以后,还要再读很久,那这个,这个program就比较奇怪一点,那这个program呢,它就是给你读七年,七年呢,它就是三年呢,在那个UC Riverside, 然后四年在UCOA的medical school,然后说我进去的时候,是乌里糊涂进去了,因为就随便签嘛,然后想说啊,UC Riverside,有这个位置可以进去,结果进去的时候,才发现一件事情,他们收了五百多个学生进去这个program,啊,进去,就是说,让你可以七年以后出来,就有那个医生的执照,那结果进去了以后,才发现五百个学生呢,他们从五百个学生,不是五百个都可以当医生,是五百个学生,他只收二十四个学生, 然后到最后可以当医生,这样子,然后结果在三年之内,他从五百个学生刷到二十四个,二十四个人进去UC Riverside的医学院,那,呃,大时候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,不过就是努力读书,后来就进了这个医学院,后来变成UC Riverside毕业的医生,然后呢,我后来就是去实习,然后实习完毕了以后,去实习,然后就是后来就决定,本来想要走手术科的,因为小时候喜欢画画嘛, 就是说,啊,喜欢画画的话,当画家的话就可以,基本上就做整形外科手术就好了嘛,反正画得不错嘛,对不对,结果开始做很多这些美国的这个手术的这个,手术的这个,呃,呃,这个,这个手术的,呃,呃,在手术台上面才发现一件事情,就是说,呃,那时候做了什么整形外科手术啊,开胸的心脏手术啊,血管的手术啊,什么手术的科目都动过,还帮人家生过很多小孩子,不过后来才发现,就是说,呃,那时候做了什么整形外科手术啊,开胸的心脏手术啊,血管的手术啊,什么手术的科目都动过,还帮 我发现一件事情,就是说,我不是很喜欢碰病人,就是说,呃,自己大概不会当一个很好的医生,所以,呃,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尽量走,就是不会碰到病人的科目,后来就决定走那个肾脏科,进了内科以后进去肾脏科,然后从肾脏科,内科到肾脏科呢,又要花差不多,你要先当三年的内科医师的那个拿到指导,三年的内科医师指导拿到以后,再过两年的这个,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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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,� 然后肾脏科,后来全部都拿到了,当了肾脏医生嘛,对不对,然后,呃,B了,出来,然后,开始,开始实,呃,呃,行医了,就开始看病人啦,然后,看病人看病多久,这就觉得说自己可能不会当很好的医生,因为新型医师没有在那边嘛,那时候开了一个诊所,在那个China Town买了一个,买了一个诊所,买,呃,那时候买多少钱,买,27万, 买了差不多5万块钱,下去做装修,然后就,呃,就,呃,就开始看,就开始想要开始看病人,结果看了差不多3个病人,呃,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医生的partner,然后结果就觉得说被这个医生的partner欺负,所以就不是很想要看,然后结果后就算了,就把这个诊所卖掉,就昏巴拉洞楼卖掉,我们买27万,装修了,花了5万块钱,卖掉了, 73万,然后结果卖掉以后,算了,再买其他的,再,再,再,又买,又卖,又买,又卖,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做的事情,就是在做这个,就是在做什么,就是算是投资的动作嘛,我们从,一开始从condo,买condo,卖condo, 从买apartment,买apartment,从买chopping center,然后买chopping center,ok,然后要不然就是开始盖东西,那时候在Pasadena就是开始盖东西了,我们第一个project是在Pasadena买一个60万的地,然后60万的地呢,就是说把它,一年的时间把它从,本来就是一块地而已,然后把它分割成七块的,可以盖,等于是七个condo在上面, 60万,把它,就把图画出来,60万就卖掉了,150万,这个还不错嘛,这个也蛮好做的嘛,就是连盖都没有盖,就直接把它卖掉了,对,所以就想说,那就可以盖东西了嘛,后来就又买了一块地,就是一个房子在上面的,这个房子在上面的时候又把它分割成三块,然后把它卖掉,不是分割成三块, 不过这个就有盖卡了,就是说盖卡以后,那个房子本来才买50万,那把它重新分割完了以后,分割成三个,然后盖成三个condo,三个condo卖掉是一个卖差不多70万,ok,那也不错嘛,对不对,就是基本上就是,后来做的就是都是投资这一块,那时候当医生的时候基本上,就是进进出出嘛,就是又买又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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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一年有时候这个进进出出的 escrow,基本上比大部分agent所做的都还多,ok,比大部分agent,大部分agent大概一年可以close大概十个,二十个transaction就不错了,但是我们都是现买现卖的,所以就是说你进出,进出一次就是一个escrow,出来一次又是一个escrow,有时候一年都进出来大概四五四个escrow都有,就是一直买一直卖嘛,那我那时候在当医生的时候,就是一直不是很上心嘛,就是,啊, 我们做这一颗肾脏,我们做这一颗肾脏,肾脏科的医生,对不对,基本上呢,大家大概对这个肾脏不是很了解,就是说你肾脏没有功能的时候,就开始需要洗肾,那需要洗肾的时候,你需要做什么呢,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做一台车子,然后那个洗肾中心,然后呢就是要在这个洗肾机器,对不对,那这个洗肾的病人呢,基本上在美国,美国政府会给这个病人一年,就是往洗肾, 你洗肾的费用就五万块美金了,OK,就五万块钱美金了,OK,所以你要是手头上有一百个病人的话,等于说,一百个病人,一个病人就可以,你这个有一百个病人,基本上就是说,你这个洗肾中心可以从政府拿五百万美金,对不对,一个病人有五万块钱的话,那一百个病人就五百万了嘛,所以基本上,我们这些医生呢,就是肾脏科的医生, 大家都在抢病人,就是说今天不是这个人,这个医生,透过那个医生的病人,要不然就是,就是大家就是在,像我们这个做事情,就是在抢这个病人一样,那我是,因为我觉得说我不是,不是,不会,不是这么喜欢去跟别人抢病人,所以后来我有些病人的时候,我觉得说我自己照顾我的不好的时候,我就跟他们说,对不起,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, 我把这些,我介绍其他比较好的医生给你,后来我就把我自己手头上所有的病人,全部给我一些同事们,就是说,哎,这个,你们帮我照顾好他,就把他们全部给其他同事,然后结果大家说,奇怪,怎么听见你,大家都在抢病人,为什么我要把病人留给其他人,我就说,我觉得我照顾他们照顾的不是很好,那结果他们就,结果后来就是,怎么说呢,后来我就都没有事情做完,我都没有病人,但是呢,结果就有一个, 然后起床医生就说,要不然这样子好,你帮我代班,代班可以啊,代班的话就,我自己不用照顾这些,就是说不是我的病人吗,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,我就,没有这个,肺肉感就是说没有把他们照顾好,对不对,所以呢,到后来就是,后来就是说,从一个医生要我帮他代班,到两个医生,到三个医生,就是大部分大家要代班都是礼拜六礼拜日,或者是,哦,礼拜六礼拜日,或者是在这个假日嘛,对不对, 所以,本来是,一个医生,比如说有二十个病人好了,每天要去看,因为他们叫我去看的时候,还是两个医生的话就四十个病人,三个医生的话就六十个病人,所以有时候礼拜六礼拜日,我一天要看超一百多个病人,两个,因为大家都有,都都只相信我说要我帮他们代班,所以就变成大家都,我去帮大家看,有时候一看就要看,一个,一天就要看一百多个病人,两天一个weekend,就是礼拜六礼拜日,一天下班, 两天下,我就要看超过两百多个病人,结果反应会这样子,所以声音又变得更好,所以很头痛,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就常常没事做,因为大家礼拜一礼拜五就上班嘛,然后礼拜六礼拜五我就去看病人,所以,反而就是说,平常一个医生他看一个礼拜,比如说二十个病人,乘一个礼拜的话,五天或七天也一百四十个病人,我常常一个礼拜两天就两百多个病人,然后到礼拜六礼拜,到那个,尤其又跑到那个假日的时候,到星期病啊,或者是这个,呃, 什么这个,这个,呃,圣诞节的时候,有时候一看就是,呃,一两个礼拜下来,全部每天都工作到十二点这样子,不过好处是这样子,就是看完了以后,礼拜一这些病人都全部不住我了,全部都是回去给这些医生们的,所以跟我就没有关系了,所以不会有这么罪恶感这样子,你知道吗,所以,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子,所以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没有事情做,所以我就一直打高呼求啊,要不然就是,哦,玩玩房地产就这样子,一直到两千零八年的时候, 那之后,那之后,有点擅长